记者黄美朱新浦报道 因应寒流突袭 新竹县新浦镇的梨农们 有人趁假接离岁时 就一并套上防水 保暖的透明雨衣 除有住假接触伤口附件 必要时也帮离岁防寒顺利过冬 至于正在收成的柑橘 最怕是冷气后 柑橘搬浓油早在上周五以前 就陆续喷洒透明的一体蜡保护 尽管最后会被雨水冲刷干净 但仍有助避免果实直接受冻 新浦南平里的黎农林永复直言 寒害的严重性必须是实际的状况来看 所以小雨衣的保护功效有多大 其实很难一概而论 不过整体来看 以前寒害来袭 离岁在完全没有任何保护下 很可能只剩三成 甚至一成可以安然度过而顺利开花结果 但有保暖的小雨衣防护以后 是可以提高存活率 让六重的离岁耐过寒冬 新浦镇第二十班柑橘产销班班长 叶文瑞说 柑橘采收期间不怕干冷就怕湿冷 只要采收期的柑橘经历寒冷的冬雨摧残 不仅不耐久存外表靠近屁股的地方表皮会显皱 放个几天就很容易有发酵的味道 所以他们近年会在寒流来洗 前几天先搬上透明的菱形易蜡保护果实 以降低雨水直接摧残后所生的损害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